约苏亚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这里讲到说耶利哥的城门 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 无人出入 耶和华小于耶稣亚说 看啊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会 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成七次 祭司也要吹脚 他们吹脚的脚身脱长 你们听见脚身众百姓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塌陷 个人都要往前持上 第十节 约苏要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等我到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 那时才可以呼喊 十一节这样 祂使耶和华的约会绕城 把城绕了一次 众人回到营里 就在营里住书 我们就读到这里 感谢神带领卓尔君牧师师母 来到我们中间加入我们牧者的团队 刚好可以补足我们教牧领袖学院的需求 如果你曾经注意到在疫情以来 我们教会经历了许许多多牧者的变动 很多人常问我说 刘牧师你怎么看这许多牧者的改变 其实我在灵里面感觉到 神好像正在下棋 祂正在按照祂的心意 在调度所有的棋子 而我们每一位牧者 其实只不过在神手中的一个小棋子而已 在我们人生有不同的生命季节 神要我们做不同的事情 对教会来讲 神也正在调度不同的牧者聚集在一起 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进入一个神预备的新的季节当中 Amen 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神 在五月的时候就带领青少年的牧师 Pilson来到我们中间 我告诉你他的到来 不但是青少年欢喜 我看家长更加欢喜不是吗 他一上任 第一门装备课程就是从神学看性别 哇太棒了 报名参加了青少年超过五十个人 我告诉你破纪录的人数 就看见青少年的事工 士气是大大的被提升起来 所以我真是感谢神 神垂听我们多年为青少年的事工的祷告 为我们预备真的是一位最好的牧者 Amen 这为什么当我在面对教会这么多牧者的变动的时候 我的心还是有一种盼望跟喜乐在这里 因为我真的看见神的手正在我们中间工作 神正在预备一个新的同工团队 为了带领我们继续向前进的 Amen 事实上我看见教会现在的光景 就好像是一支军队一样 好像已经预备整齐了 整装待发 要进入 而且能够承受神所托付给我们新的使命 Amen 弟兄姐姐今天当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不难发现神其实对他的百姓 对他的教会一直的带领就让不断地向前进 神在每个时代兴起不同的人 是做不同的工作 是为了成就神在那个时代的心意 Always是这样 不但神在不同的时候做不同的事 其实神在每一个教会当中 不同的阶段 他也做不同的事情 而今天教会最重要一个工作 就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能够跟上神的脚步 就好像当年我们看见 约书亚怎么样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 前进耶利哥得地为业一样 同样我相信今天神也要我们教会 成为一个不断向前进的教会 Amen 跟你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断向前进的教会 跟他说 你说我们应当在哪些方面来向前进呢 三方面跟大家分享 今天早上 第一个 要在神的心意上预备向前 跟你说要在神的心意上预备向前 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要停留 神的心意要我们永远继续不断地向前进 所以约书亚基第一章第三节 神在这里说 反正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 脚掌所踏之地 意思就是你不能停留在原地 你要踏出去 神的意思叫以色列人不能停留 要继续不断向前 因为神是有一个新的领域 为以色列人所预备 要让他们去得着 同样今天神摆在我们面前 我相信也有一个新的领域 神呼召我们要勇敢地向前得地为业 当然我想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来讲 每一次我们想到要前进的时候 我们人都是会有两种很自然的反应 这两种反应常常拦阻我们向前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向前进 第一个我们要克服这一种 从人本性来的反应 哪两种反应 第一个 我们要克服说西伯伦反应 要克服西伯伦反应 什么叫做西伯伦反应 那就是你还记得当四十年前 以色列第一次要进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在面对一个 要不要进去的一个关口 所以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 记得吗 进入迦南地区窥探那地 结果这十二个探子回来 其中十个探子就说 哎呀那边的人真的是像巨人一样 我们在这边面像炸猛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去 完全没有希望的 不可能 这就是我所说的西伯伦反应 弟兄姐姐多少时候今天 我们人常常 常常被各种不可能的思想 所束缚不是吗 想想看每一次开会 一有人提出新的意见 新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 直接反应就是不可能 没有人没有时间 也没有钱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很自然 我们人的反应就是不可能 但事实上 每当神要带领我们 做一个新的工作 新的事情的时候 从人的角度来讲 一开始也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但虽然在人不能 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 Amen 你还记得在五品二鱼的神迹当中 当门徒面对五千人的会众 我相信 当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我们怎么可能喂饱五千人 根本是mission impossible 可就在门徒们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 约翰福音六章第六节怎么说呢 我好喜欢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六章第六节 这里说耶稣 这里说我们一同来念 来 他说这话是要誓言非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 这里讲耶稣 原知道要怎样行 Hallelujah 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 他就是我们的大牧者 他拥有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 拥有我们服侍一切的答案 他必供我们一切的需要 给我们一切的资源 Amen 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可能 但主耶稣他自己 原知道当如何行 Hallelujah 其实回想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事工 在开始的时候 不都是mission impossible吗 流向万国万民的宣教事工 一开始怎么想 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 怎么能够把福音传到万国万民 不可能 可现在我们已经在全世界 三十个国家建立了超过三百间教会 Hallelujah 当我们想到 Shakina Gore 这两千人的会堂 开始建造的时候 一开始不也觉得不可能吗 这么兼具的工程 这么庞大的经费 我们怎么可能完成 但我们回头看的时候 真的看见神带领我们 不但是在十七个月 就完成这个兼具的工程 而且我们现在银行的贷款 已经还还到不到三百万 Hallelujah 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情 影响社区改变城市 同样当时我们开始想这个idea 这也是叫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怎么能够影响城市 改变城市 等到疫情一来 神打开了社区服务的门 现在我们食物发放中心 一个月平均我们服事 四万五千个个人 Hallelujah 我们的确已经在影响整个城市 求主帮助我们永远 不要被这个不可能的思想 所束缚 只要我们肯专心跟从神 神必然能够按照 祂丰富的恩典 来帮助我们完成神的心意 完成神的旨意 Amen Hallelujah 第二个 要克服爱诚反应 要克服爱诚反应 什么叫爱诚反应 那就记载在约苏亚纪第七章里面 当以色列人耶利哥城打完胜仗之后 第二场战争要在爱诚来打 当去爱诚打的时候 同样他们派了探子去窥探那个地 这次这些探子回来就觉得 哎呀 这简直是小城嘛 太容易打了 我们耶利哥城都打赢了 这个小城算什么 杀鸡烟用什么 牛刀呢 哎不必劳斯动众 派个两三千人去看看就行了 没问题够了够了够了 过于依靠自己 这就是我所说的爱诚反应 弟兄姐姐在侍奉神的道路上 我告诉你让我最担心的 倒不是我们的软弱跟不足 你知道我们人常常啊 自以为啊软弱不足 所以不敢出来侍奉 但事实上 真正的问题 我告诉你 从来不是我们太软弱 真正的问题 是我们里面太刚强 刚强到我们无法谦卑下来来依靠神 这才真正的问题 朱老师我们满脑子是自己的想法 满脑子是自己的计划 连我们自己以为软弱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停留在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里面刚强到我们无法来信靠神 你知道吗 特别是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在这里 我们太习惯依靠自己的聪明跟才智 以至于我们不觉得需要神 我们总觉得无论怎么样 我们自己来处理就好了 以至于我们常常像以色列人一样 败在仇敌的手上 不但失败 而且常常连我们的心都被融化 弟兄姐今天当神要带着我们向前进的时候 我们要除去这两种的拦阻 要凭信心谦卑下来 我再次说 谦卑下来 不要依靠自己 谦卑下来来跟从神 你要知道当神说 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赐给你们的时候 其实神不是单指的约书亚而讲 也不是单指的这些 以色列的领袖 少数领袖而讲 神是指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脚掌踏出去 Amen 同样今天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 叫继续向前的时候 不是只有少数的领袖同工要勇往直前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勇敢地踏出去 Amen 跟你们要说 你也要勇敢踏不出去 跟他说 我们要同心合意一起向前 第二 我们要在神的应许上预备向前 跟你们说要在神的应许上预备向前 当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向前进的时候 神很清楚应许他们说 在约书亚记六章第二节 神对来说 看啊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 换句话说 当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向前进的时候 神已经应许他们能够得胜一切的仇敌 Amen 但这个应许啊 你仔细看这个经文 不是自然而然会发生 神要求以色列百姓要来配合一下 配合神的工作 神就要求他们做什么呢 要求每一天绕城走一圈 第七天绕七圈 走完七圈之后 祭司要吹脚 以色列百姓听见绞声 大声呼喊 城墙就要倒塌下来 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 但是当他们在前六天 在绕城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神要他们所做的 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 那在第十节里面 你看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 那时才可以呼喊 换句话说 神要求他以色列百姓 在前六天在绕城的时候 口里不准出任何声音 为什么 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以色列人 我深深地相信 神不是随随便便这样要求 神是有他的心意在其中 那六天每天的绕城 而且不许出声 是象征的以色列人 过去在仇敌的欺压压制下 那种受捆绑那种黑暗的光景 过去仇敌的攻击跟所有的欺压 是这样的厉害 很多时候以色列人在其中的时候 无可奈何 没有出路 好像活在这种黑暗的权势当中 所以那几天的默默无声是预表到 仇敌的工作 就好像在约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一样 约尔书二章二十五节神在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男子 马扎 简虫 那些人所吃的神所要补还给你们 就像这面书所好像仇敌的攻击 像蝗虫 男子 马扎 简虫 一波又一波的临到 事实上有人告诉我这四种虫啊 是actually吃树的不同的部分 有一种虫吃树干 有一种虫吃树叶 有一种虫吃树根 有一种虫吃树果 哇 换句话说 这四种从一来一扫而空嘛 从树干 树根 树根到树果 通通没有了 全都被吃光了 重要的时候我们的光景 不就是这样子吗 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攻击 从四面而来 重要的时候我们感觉在工作上的挫折 身体上的病痛 我们家庭生活的困境 甚至在服侍当中无力感 我们也觉得我们处在一种 无可奈何 好像没有出入一种黑暗的光景当中 但是感谢神我们看见 在这当第七天来到的时候 就是那个呼喊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当以色列起来大声呼喊的时候 仇敌的城墙就倒塌了 哈利路亚正如神所应许的 第二点我深深地相信 今天这是神同样给我们一个得胜的应许 我深深地相信在疫情之后 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个恢复的季节当中 这个恢复的季节就是这个呼喊的日子要来到 当神恢复的季节来到的时候 我们看见约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 我们看见神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这里说那黄头男子马扎减重 那些人所吃的怎么样 神说我要补还你们 哈利路亚 换言说这就是神今天我们所处的时候 在疫情之后 就是神所应许我们呼喊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抓住神的应许 来宣告那个仇敌在过去 在我们生命当中夺去了 神要补还给我们 你还记得我刚才所说的 当神应许以色列要得胜仇敌 这个应许不是自然而发生 以色列必须要来配合神的工作 当那个呼喊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大声呼喊 那耶利哥城才可能倒塌 换言说如果当时他们不顺服神 不去呼喊 那虽然那是神的应许 我们看见那个城堂也不会倒塌下来 今天当我们进入神应许的恢复的季节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抓住神的应许 大声呼喊来宣告 所谓大声呼喊不见得要多大的声音 不是了 大声呼喊的意思 就是要凭信心来宣告 当我们心里相信 当我们心里相信神的应许 口里宣告出神的应许 神就必要成就他的应许在我们中间 Amen 弟兄姐今天你心里相信神的应许吗 不是太多人相信 你相信神的应许吗 Amen 你要心里相信 口里很重要 宣告出来 你要宣告神的应许 仇敌所夺去的神必要补还给我们 弟兄姐你真的要明白神的心意在恢复的季节当中 这是神所要做的一个工作 是神应许我们要得胜 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来做宣告 无论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所夺去的是什么 我们要凭信心宣告仇敌所夺去的神要补还给我们 要从仇敌手中抢夺回来 Amen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对魔鬼撒旦都太客气了 你知道 夺去了就算了 算了就算了 我看见很多时候 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都在斤斤计较得很厉害 别人多算了我们一块钱 一定要把他要回来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银行去换钱 单子上写了一百八十七块八毛 结果那柜台小姐只给我一百八十七块 我就拿了单子 对她说一百八十七块八毛 还有八毛钱 我就发现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情很斤斤计较 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就很轻忽 你知道吗 对人让我对你说 别人欠你一毛钱也就算了 但仇敌大弹所夺去 一定要抢夺回来了 Hallelujah 在恢复的季节 你一定要抓住神的意识 永远不要因为仇敌过去 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而哀伤 却要因为神将要成就的恩典 要来欢喜快乐 因为神要在你身上做恢复的工作 Amen 要抓住神的意识 在这个呼喊的日子 凭信心我们来相信 凭信心来宣告 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 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 Amen 第三 要在神的意象上预备向前 跟你们说要在神的意象上预备向前 你要知道当神吩咐以色列向前进的时候 其实神所要他们得着的不只是一个城市而已 不只是一场战争而已 神要他们进入是整个迦南美地 那是神所给他们应许的地界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很容易只看见眼前的战争 我们只看见眼前的事工 却没有看见神整体的心意 多少时候我们只是忙着过约旦河 忙着在打耶利哥 却没有看见神的心意是整个迦南美地 同样今天神在这个教会弟兄姐妹 是有一个很清楚而很远大的意象 今天也许你来到这个教会 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教会真好 五花八门 百花齐放 应有尽有 好像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一个 他所喜欢的东西活动 或者所喜欢投入的侍奉 有些人来到教会 是因为喜欢这里的敬拜赞美 好喜欢在这里 大家在这里敬拜当中 有美丽的音乐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享受神荣耀的同在 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有人来到我们教会是因为 喜欢这里圣灵的工作 他们渴望是被圣灵充满的经验 渴望身体得到医治 更渴望在全人的侍奉当中 经历神的大能 太棒 有人来到我们教会是因为 小主事工太好 我们觉得小主事工真的是太棒 我们喜欢那种家的感觉 家教会的感觉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来侍奉神 分享 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福祉 外加点心时间 这是小主聚会的一个最高的 有人来到教会是 喜欢我们教会全地转化的事工吗 觉得神为我们打开世界各地传福音的门 我们也看见教会在本地 在全世界各地做很多爱心关怀的工作 好像我们真的看见神的爱从这里涌流到万国文明去了 当然有人来到我们教会 只是喜欢在这里舒适的环境 这么美好的教堂 能够听个好道 不亦乐乎 第二年这些原因都很好 OK 但我确实提醒你 神给这个教会的意向 不单是在于敬拜赞美 也不单在于圣灵更新 也不单在于小主教会 也不单在于全地转化 更不在于听个好道而已 神给这个教会有个非常清楚的意向 是要建造成荣耀的教会 也许今天神所托付给你是敬拜的事工 是儿童的事工 家庭的事工 祷告的事工 也许今天你喜欢参加的聚会 是主日崇拜 是小组的聚会 或者祷告会 无论你参与什么活动 无论你参与什么侍奉 我都希望你看一个非常清楚的读画 你是参与在一个荣耀教会建造的行列当中 Hallelujah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 当他去一个工地区 就看见这些工人都非常忙碌在工作 他就看到一个工人 他就问这个工人说 请问你你在干什么 这工人就回答说 先生啊 你没有看见吗 我正在把一个砖块 放在另外一个砖块上面 然后他就去另外一个工人那里 问那个工人说 请问你现在在干什么 那工人回答说 先生啊 你没有看见吗 我现在是建造一个很大的房子 他又走到第三个工人那里 问那个工人说 请问你 你现在在干什么 那个工人脸上露出一个非常满足的笑容 他回答说 先生 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我在为神建造一个荣美的教会 荣耀的教会 Hallelujah 弟兄姐今天 无论你在这教会里面 你参与是怎么样的活动 无论你参与在怎么样的侍奉 你要知道你在这里所做的 不只是为了满足你的心意而已 不只是满足你的需要而已 不只是满足神在你身上的托付而已 这一切有更大的目的 就是为神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麻烦的 哎呀 怎么什么荣耀的教会啊 太麻烦了 我只是想做些 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嘛 我只要能够得到我的需要 得满足就好了 干嘛还讲这么荣耀的教会 弟兄姐妹 按照肉体来讲 我也宁愿呢 牧养一间小小的教会就好了 按照我所喜欢 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 讲个道啊 祷告啊 敬拜啊 这是我喜欢的嘛 只要做我喜欢做就满足 就干嘛那么麻烦 好像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 我们在牧会当中 又要带领教会 又要突破 又要扩展 又要建堂 又要执堂宣教 还要社区 影响社区 影响世代 干嘛那么麻烦啊 可这些弟兄姐妹 神是流转我的心 神开我的眼睛 看见神的国度 而且这个国度 正在全地上 正在扩展 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 神国丰收的新季节当中 Amen 神让我看见神的心意 就是让荣耀在全地上 能够彰显出来嘛 而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也期待 要从教会来看见 神的荣耀的彰显 你们 而这个荣耀 教会的建造 是需要我们的维生 不只是需要牧者的维生 更需要我们整个会众的维生 好让我们在相同的意向上 能够同心向前进 Amen 弟兄姐今天教会成长 不但牧师需要付代价 会众也要付代价 当神的教会 要向前进的时候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跟上 没有一个人例外 跟你怕说你也要来跟上 跟他说 但弟兄姐我希望你知道 你的眼目 不要只看见代价的本身 有时候我们华人呢 基督徒常常会 很害怕讲到代价 但我真的告诉你 不要只是看见代价的本身 你无论做什么 代价都不可避免 right 你的眼目不要看代价的本身 若是这些代价的付出 能够让我们更多来 经历神的信实跟全能 若这些代价的付出 能够让神能够在 全地上能够扩展 若这些代价的付出 让神的荣耀 因此能够在全地上彰显出来 我告诉你每一份的代价都值得的 Amen 求神灵来激励我们 凭着信心勇敢的向前 弟兄姐这些年 当我在回顾神在教会的带领 我真的看见 神的心意真的带了我们继续不断向前 在过去我看见多少弟兄姐妹 真的一代又一代 为这神的国度摆上 为神的教会摆上 以至于我们经历 在教会中经历这样 神何等丰富的作为 但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季节来到 神再一次提醒我们 要重新委身在神的国度里面 Amen 新的季节 勇敢向前 那马上我知道 大家要庆祝我的七十岁生日 其实啊 从一个 我其实有一阵子想 七十岁退休了 退休了 真的干嘛 那麻烦啊 我要休息休息了 可是我 神的灵在我里面 很清楚对我说 Not yet 还没有啊 还没有啊 新的季节来到了 重新委身 神对我说 重新委身 我相信不只是牧者 需要重新委身 弟兄姐妹 你也是一样 不管你多年轻 不管你多年老 OK 我知道在我们中间 很多已经在退休状态 我也挑战地邀请你 不要随便退休 你在工作上可以退休 在服事是一生之久 一生之久 服事是没有退休的 Amen 只要你一口气在地上 表示上帝还要使用你 Amen 再次全然委身在神的手中 拼命摆上为神所使用 Amen 谢谢我们主 一同祷告 亲爱的 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 主啊 虽然像我们这样软弱的器皿 你却愿意使用我们 这是让我们常常惊讶的 回想这二十几年来 你在生命核的工作 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 真正一位信实可靠的神 主啊 今天当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季节的时候 我求你给我们勇敢的心就来跟随你 让我们眼目单单定睛在你身上 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勇往直前 主我们深深的相信 一个更美的地界摆在我们前面 让我们眼目不是看见眼前的代价 让我们眼睛看见那丰盛的应许 是为我们预备的 哈利路亚 你要在这里建造个荣耀的教会 哈利路亚 让世人看见都要稀奇的 让世人看见都不能不归荣耀给你的 Must be God No other reason Must be God 我们就愿意再次摆上我们自己在你手中 成为这样一个器人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却为了你的荣耀 能够在全地能够彰显 让你的心意得到最大的满足 我们谢谢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 我们请招待这个时候到台前来好不好 招到台前来 如果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没有拿到圣餐的话 可以挥挥手 挥挥手我们招待就会在这个时候给你 圣餐是将为了圣礼 如果你还没有受过喜 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 如果你受过喜 我们欢迎你 因为我们领受主的身体 主的宝血 圣经里面也很清楚教导 我们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些省察的工作 求主来光照我们 来帮助我们 花点时间谦卑的到神面前 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 承认我们的过犯 也求主宝血来洁净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 будль 척强 今天的你帮助我们 祝福您给我们一扢 让我们人知道自己呢 祝福给你圣灭我们的水 祝福 让我们的水 祝福 祝福 你们你的看 pierws 让我们得送 تi 阿弥陀佛 亲爱的主我们在一次谦卑的来到你面前 承认我们多少时候活在 我们依靠自己的光景当中 我们依靠势力跟才能远过于依靠你自己 求你赦免我们常常依靠你所给我们的恩典 你说给我们各样的资源 我们却不来依靠 主要今天早上求你来光照我们 看见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的亏欠 求你来赦免我们 再一次给一个柔软的心给我们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来依靠你自己 也求你来帮助我们 若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就得罪人 在家庭关系上得罪我们的家人 我们说求你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些事情上与人和好 主要求你的灵再次来用宝血来洁净我们 再涂抹我们一切的过分 主我们来到里面这样祈求 因为我们深深相信你的应许 你说我们认为自己的罪 你是信使的是公义的 你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现场的弟兄姐妹可以预备一下这个饼跟盃 这两层的如果你拿到的话 有一层是饼一个盃稍微准备一下 你旁边如果有老人家可以帮助他一下 帮助他预备 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也请你们准备一下 若是你在家里是一个人的话 请你在我待会要说跟做的时候 跟我一起说跟我一起做 如果在你身旁是有家人或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 我也请你们推派一个属灵的代表 能够来在我说跟做的时候跟我一起说一起做 然后把圣餐分给你身旁周围的家人或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同待会来领受这个圣餐 当主要是被卖的那一叶 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剥开说 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 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照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好不好 在这我们同心 凭着信心来领受 神给我们的饼跟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 因为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 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 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主的身上 我们谢谢你 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能成为新造的人 救世已过 一切旧事的锁链 罪恶的锁链都可以被断开 在基督里面一切能够变成新的 哈利路亚 我们再次领受你自己得胜的恩典 新鲜的恩膏在我们身上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靠着你 向仇敌来夸胜 也向环境来夸胜 愿主的圣灵大大充满交换 在我们生命当中 真的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活出你荣美的样式来 我们谢谢你 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 弟兄姐 让我们继续我们右手 特别为上一月代祷卡的四项来代祷 亲爱的主 我们再次来到你们 现场我们感谢与赞美 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 而且你乐意垂听 而你在你面前每一个祷告 为了在我们中间 十二指肠主舍的 得到一次的感谢你 为了血栓得到医治的感谢你 为了支气管炎得到医治感谢你 为了新冠病毒得到医治感谢你 为了脑医学血块已经清楚的感谢你 也为了自闭症的孩子 能够已经与人交流自如感谢你 我们也感谢你为了找到工作的 而且成为正式员工的感谢你 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 也为在我们中间身体上软弱 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 求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 为在我们中间有忧郁焦虑症 糖尿病 贫尿 脑癌手术后的复发 乳癌 肾脏炎 颈椎手术的后遗症 左眼内出血 车祸的严重受伤 脑癌 发炎 脑出血 闹掉炎 肺积水 肾功能不好 脑动脑脑瘤破裂手术后的康复 颈和间的疼痛 心脏的问题 脑神经系统的疾病 肺部的手术 胆管癌 骨头坏死症 我们都交在你手中 主要求你按手在这每一个人的身上 要因为你所受的鞭伤 叫他们得着医治 我们赞美你 也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上 各样需求的丢点 我们带到你面前来 特别为我们中间希望 家人朋友信主的求主 带领他们早日归主 也为在我们中间想找工作 在摔伤的保险理赔当中的 也为这个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求主 特别为他开路 也为了Toy考试的 也为他们的开路 有投资被骗的求主 特别在身上伸张工艺 也为在我们中间 希望夫妻关系能够修护 没有停止任何的家暴 也求主真的为在外求学的孩子们 都交在手中 求主亲自保守带领 亲自保护他们 谢谢主 把这一切都交在你手中 因为主人的名字耶和华以乐 在耶和华山上是必有预备的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Amen 大家可以把生残杯放在原来所交代里面 散会的时候放在外面的垃圾桶当中 当中起立了唱的回音诗歌 祝你能力和其的味道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祝你整理和其的味道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让我感到软弱无助 让我感到软弱无助 你能力和其的味道 你能力和其的味道 再一次来宣告 再一次来宣告 弟兄姐妹 你依然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眼前的环境 眼前的征战 却忽略了神整体的祝福在我们身上 弟兄姐 神在你身上是一个恢复的心意的 你不要只是看见仇敌过去在你生命中的工作 很多时候你为仇敌过去的心中爱上 却没有看见神将要成就美好的心意在你身上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神在你身上 是一个美好的命定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的 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同心来宣告 我告诉你 无论仇敌过去在你生命当中 所抢夺去的什么 神说在恢复的季节当中 神要重新补还给我们 神要补还给我们 你相信吗 你心里有这样的信仰 相信吗 你相信就要宣告出来 要宣告出来 好不好 从神开心中来祷告 从神来宣告 我们看你头敌无论夺去是什么 说主啊 奉耶稣的儿子 我们要抢夺回来 同神开口 向主来呼求 向主来呼求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主 赞美我们圣灵的恩高 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凭信心我们来宣告 我头敌所夺去的 我们相信主啊 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实在的 我们看见你要补还给我们 你要补还给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我们赞美你 求我们的力量大大运行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谢谢我们的力量大大运行在我们中间 Oh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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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美你 oh Glory to God 感到软 当我感到软落朵 祢能力显得完 是的 主 我要全心的相信 祢神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祢的力 我想祢全心祈祷 祢神既如此真实 再一次来宣告 当我感到软落朵 祢能力显得完 我要全心的相信 祢神既如此真实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祢的力 我想祢全心祈祷 祢神既如此真实 我也邀请在我们中间在现场 在线上里面 若是你身体上有任何软弱有疼痛的 请你按手在你自己的身上 我们相信每一次在圣餐主日的时候 当我们一同纪念主为我们死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见主的救恩也包括身体的医治在其中的 我们相信主今天乐意将医治的你永留在我们中间 Amen 哈利路亚 按手在你身上有疼痛的地方 我特别要为你来祷告 哈利路亚 亲爱的主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因为我们是你保守所买赎回来 救赎买赎回来的 哈利路亚 我们知道主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电 哈利路亚 主啊 是你荣耀同在的居所 我们就求你的能力亲自运行 在我们那种奉耶稣就是得胜的名 就要断开在我们身体上一切的黑暗的居所 断开一切疾病的困索 断开一切从一而来的攻击 我们要宣告这个身体是你圣灵的电 是你荣耀同在的居所 你圣灵要亲自来运行 除去一切的黑暗的居所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我们奉耶稣基督得心来斥责一切的疼痛 先要离开哈利路亚 我们要奉耶稣人宣告从头到脚 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部位的工 器官都要恢复到正常的功能 我们求祝着圣灵亲自来运行 做医治的工作 医治的恩告来永留 哈利路亚 来永留 让我们重新能够在你面前 恢复到正常 恢复到完全 主要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 没有吃下别的名 唯有耶稣 没有吃下的名 能够叫得全域 得到医治 得到拯救的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 将一切荣耀都可以给你奉耶稣 得赞的名祈求 哈利路亚 如果在我们中间 有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 接受耶稣你个人的救主 我相信现在最好的时刻 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 耶稣不但是要将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耶稣在你一生当中要做你的大牧者 来引导你 能够经历神所为你预备的丰盛 如果愿意接受耶稣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祷告好不好 如果我祷告一句 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让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做你的救主 在站会之后跟我外面的服务台的弟兄姐妹说 我刚才接受我个人的救主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请你填写一下在线上的决赐卡好不好 我们的同工很快都会跟你们 能够继续来跟进 帮助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 更多的成熟长大 今天晚上我们有启程福音的聚会 在线上举行 也欢迎你来参加 那么今天在祝福之后 现场的弟兄姐妹 我们会有一段医治祷告的时间 我们请这个祷告团队的同工 先到台前来好不好 那么在祝福之后 会邀请在我们中间 现场弟兄姐妹 有软弱有病痛可以到台前来 我们祷告团队会为你来祷告 我们相信同心和也要祷告上帝 必要垂听的 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 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使得你的心要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向前进 让我们重新委身在你的手中 无论过去这些年你的恩典有多少 我们深深的相信 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新的季节当中 有新的恩高 新的工作 新的恩典要我们来经历 谢谢主 再次让我们真的同心和也 勇敢的向前行 直到你的心意得到满足 现在主耶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再次让我们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也要请现场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需要可以到台前来 我们可以与你一同祷告 跟上帝祝福你们